阿笔技巧 大家好 我是藝祷宴的英文名 Yesterday 我玩了健身的運動有大約一年半的時間 在2016年的12月 我就參加了Mr.Olympia Amateur香港站的比賽 當中我也拿了Bikini全場總冠軍 為什麼我會突然間玩健身呢? 其實整個故事是很有趣 因為我參加了普通的健身 course 健身 course 裡面有一個男生 他是玩開健身的 他就問我 你這麼喜歡上台表演 你會不會想過參加健體比賽呢? 其實健體比賽不是你想像中想到 人們是練到一塊塊很大隻 上到台是表演 muscles 反而是你上到台 有Posing這個 section 你是用30秒去表演自己 然後我聽完之後覺得挺有趣的 所以我就決定了 都可以試一下 以前可能追悠過的男生會覺得 這個女生挺有趣的 又會去做健身 但當我經過那個階段 就是我裡面有 muscles 然後外面再加多一層 fat 因為你吃很多東西 是裡面很脹 那些男生會覺得 為什麼你要練到這樣 我可能一個月一個多月兩個月沒有見你 突然間見你覺得 為什麼Sophie你會變成這樣 你是在做什麼 他們不明白我現在所做的什麼 他們不會再找我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一個女生 首先是要對自己有要求 還有要有那個自信 因為其實自信是很決定於 你一個人靚不靚 因為如果你沒有自信 你會看所有東西都很negative 你會覺得任何東西 即使自己都不靚 你是根本不會抬起頭去做的 我覺得在一段性關係裡面 男女之間是要互相尊重 特別是男性 因為在傳統的思想 很多女生都會不敢去四路 所有事情都是由男性去控制 但我覺得為了大家的將來 或者大家的思想成熟方面 大家之間應該是要很清楚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還有男生應該要尊重女生 女生也都要有話事權 要去主動say no 當你可能要有安全性行為的時候 女生是要有話事權 去叫男生去戴condom